我已经在那里了30年 我从来没有策证证证证 欧洲小国爱沙尼亚 在数码创新和精神科技领域发展迅速 它的人口不到新加坡的四分之一 但却是欧洲国家中 人均独角兽公司数量最多的 每100万人就有7.7家独角兽公司 我现在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 它仅有人口137万人 这里是早年风行全球的语音通话软件 Skype的发源地 近年也有不少大型科技公司在这里诞生 包括金融科技公司WISE 送货机器人公司Starship Technologies 这个小国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走在数码创新的前端 这里有什么商机可循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 位于欧洲东北部 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 曾是前苏联的一部分 它在1991年摆脱苏联接近50年的统治 宣布独立后把数码化视为快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2024年底 爱沙尼亚实现政府服务100%数码化 从出生登记到结婚 甚至离婚 所有政府服务都可以在线上办理 出生于印尼 现为新加坡公民的桑尼 是新加坡公司Tolerum主管爱沙尼亚业务的董事总经理 这家公司拥有工业 消费品 金融科技等生意 它善于开拓新市场 是最早把快速面引进非洲的公司 并在30年前就进军爱沙尼亚 在那里经营纸浆和造纸厂 桑尼在爱沙尼亚生活数十年 亲身见证这个国家的数码化发展 东西是一种最 transparent的国家 我会来到的 所有的公司都在通知 所有的公司都在通知 所以这种公司是非常 transparent的公司 而且他们很好的公司 公司和国家的公司相同 所有公司的公司都可以做 公司的公司都可以受到同样的情况 I believe if Singapore companies are looking to explore the Nordic markets, in particular Scandinavian markets, then Estonia would be the right place to have a launching pad. We have zero corporate tax in Estonia. We have taxes for dividends, yes, but any profits that you make and that you reinvest into the company, those are all tax-free. So we have a zero corporate tax policy, which is a great incentive. It allows you to keep modernizing all the factories that you have, because you keep investing in the companies. 埃莎尼亚数码为先的策略给企业带来便利。 它在2014年推出电子居民计划, 让外国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注册一家以欧盟为基地的公司, 100%在线上经营。 这让海外公司更容易打入欧盟市场, 接触这个区域的投资家和筹资管道。 根据埃莎尼亚提供的资料, 它目前共有超过12万电子居民, 他们成立了约33000家公司。 电子居民的三大来源国, 依序为乌克兰、德国以及西班牙。 这项计划也有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的足迹, 来自新加坡的电子居民共318名, 主要从事通讯科技以及商业咨询服务。 埃莎尼亚不仅是数码发达的国家, 也是培育智能科技企业的摇篮。 在首都塔林,可以看到送货机器人在街上行走, 过马路,代替人工送餐送货。 埃莎尼亚也是第一个允许无人驾驶车在公路上进行测试的国家。 当地无人驾驶车研发公司Alvatec, 自2019年成立以来, 生产超过40辆电动无人驾驶小巴。 除了埃莎尼亚, 也在日本、希腊、芬兰、荷兰等15个国家运行。 Alvatec公司主席罗伊瓦斯曾担任埃莎尼亚总理。 他说,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小巴, 适合在短距离运行, 可以解决公交面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把乘客送到家门口。 不过,无人驾驶技术距离普及化, 还是面对一些挑战。 开发人工智能之余, 爱沙尼亚也非常注重环境保护。 起步公司Io就尝试在食品和日常用品领域, 寻找更加环保, 减少碳排放量的方案。 传统食用油如棕榈油, 需要大量土地和水资源, 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碳水平很高。 Io采用类似于啤酒酿造的技术, 在实验室生产可取代棕榈油, 椰子油和动物油脂的食用油。 公司目前处于研发阶段, 并有意把这项技术引进新加坡。 E-Star umbrella, 我们是在巴勒业与SkaleUp Bio上发展。 他们在饭食品上非常棒。 在食品上发展。 还有其他旁边, 我们在加工程中发展, 成统众充剂的预众。 他们可能是从商业, 或者鲜业, 或者其他食品预众。 除了食品,IO公司研发的环保食用油也可以用在化妆品和家用化工品中。 公司目前在全球与100多家公司接洽合作,希望4年后可以全面投入生产。 爱沙尼亚走在创新前端,它在多个领域的技术引起新加坡机构的兴趣,包括科研局、精深科技联盟和新加坡管理大学。 通过相互交流和切磋,期盼爱沙尼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小国能擦出更多科技或花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